先拿出头部 然后勾针 从最中心的位置 由里到外 把它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 我们拿出辫子 两端的线头 然后用勾针挂上 把它拉过去 如果是拉不过去 可以用缝合针 从上方看是这种效果 然后这时候把它翻一下 翻过来之后 这不是有两根 这两根是我们刚刚拉过来的线头 然后还有一个线头 是我们环形起针 遗留的线头 那这三根线头 可以随意打结 让它起个固定的作用 打结固定之后 就可以断线了 再把它凹过来 这样我们挂绳就已经挂到头部了 然后可以继续开始勾 开始勾第十三行 十三行开始往后 我们需要用到减针 十三行的规律是 五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一个减针 循环六次 总针数是三十六针 我先来演示一遍 先勾五个短针 一 哎呀 挂线了 重新勾啊 二 三 四 五个短针勾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减针的勾法 我一般教大家 教减针 都是直接教隐形减针 因为这种针法 它看出来 整体的话更密集 而且外形看出来不明显 来 从上方看 小辫子 我们先挑下一针目的 外半针 就是只挑一根线 只挑一根线 然后我们继续勾针 再挑下一针目的 外半针 只挑一根线 这样勾针上有三根线 绕线 拉出 这个时候勾针上又有两根线 继续绕线 拉出 这就是一个减针 从外形看是这种效果 比较隐形 五个短针 一个减针 来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先勾五个短针 这里开始勾减针 减针 挑针目的半针 穿入钩针 然后再挑下一针目的半针 穿入钩针 绕线 穿过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 穿过后两个线圈 这样就是一个减针 我们来把这一行勾完 总共需要勾六组 开始勾第十四行 十四行是四个短针 一个减针 像我们刚刚刚加针是一样的效果 就是把它错开勾 改成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和两个短针 总共是六组 我们先勾两个短针 然后需要勾减针了 再来慢动作演示一遍 挑外半针 再调下一针目的外半针 不要调错了 然后绕线 拉出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后两个线圈 再勾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和两个短针 这样就把四个短针 一个减针错开下了 然后我们就按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行勾完 总共需要勾六组 这样的规律是一组 15行是三个短针 一个减针 循环六次 总针数是24针 三个短针我们不需要错开 正常来勾 先勾三个短针 2 3 下面勾减针 先挑针目的外半针 再挑下一针目的外半针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后两个线圈 三个短针 一个减针 这样就是一组 总共需要勾六组 15行勾完之后 我们在起立针这里 把线圈拉大 把钩针拿下来 开始塞 填充棉 拿出珍珠棉 由中心这个凹进去的位置 把里面填满 均匀的一点点的把它塞满 接下来已经用手把它塞满之后 我们需要借助工具 然后让边缘的地方 也要填满 就一点点这样的调整 因为毕竟兔子头它是个圆形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塞成圆形 如果变形就不好看了 把它塞成这样就可以了 正面看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足够圆就可以 后边也是 如果是哪里不圆 你可以再调整 然后我们穿回钩针 继续钩 16行 16行是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两个短针是双数 所以我们需要错开减针 改为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和一个短针 循环 循环六次 我们先来勾一个短针 在引拔的针目里 也就是第一个短针的针目里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一个减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就是一组 我们勾的时候 手一定要把里面的棉 给压住 不然的话 勾针会挂到里面的棉 最后两圈 剪针的位置 这里手的线 一定要拉紧 一定要把它尽量 拉得越紧越好 然后这样缝隙才会减少 我们来自行把这行勾完 17行是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循环六次 总针数是12针 先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减针 这条外半针 一定要不要调错了 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这样的勾法就是一组 总共勾六组 18行也就是最后一行 是六个减针 那勾到这里 如果觉得你的填松棉太软的话 可以 再还有一个缝隙 还可以再填一点 如果是足够的话 我们就开始继续勾 六个减针 就是连着勾六个减针 在第一针目 调外半针 下一针目 调外半针 绕线 拉出 一个减针 然后新手 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这里的位置 第一个减针的位置 针目的位置 然后再继续勾下一个减针 调外半针 再调外半针 两个减针 好 六个针目 勾完之后和第一针 引拔 引拔之后 起立针 把线拉长 我们可以断线 线流大概15厘米的样子 就可以 来把这个圆球收尾 现在从上方看这个圆形 它下面有一个尖 凸写的尖 对不对 来我们来收紧这个线口 拿出缝合针 穿入这个线头 看一下上方 我们六个减针勾完之后 它的总帧数也是六帧 所以从上方 我们正好只能看到 上方的这个凸起的这个帧目 我们只需要勾着半根线就可以 穿入半根线 先穿入第一个正目的半根线 穿入 先不用拉紧 然后我们再穿入下一个正目的半根线 再穿入第三个正目的半根 五个拉 六 总共是六个 穿入六个正目的外半针之后 现在形态是这样的 压住线圈 轻轻地来回拉扯线 不要用力过猛 容易把线再断 轻轻地拉扯 这个口它就收紧了 收紧之后 你再从上方看 就不凸起了吧 它就是一个收尾 然后我们收紧之后 这个线头 可以任意的地方穿入穿出 就可以把它给断线了 好 把它穿入之后 这里我们勒得太紧 凹进去的地方拿针 调一调 把它调匀 调整一下形状 断线 吐着耳朵 耳朵也是需要用到 环形起针 绕两圈 取下线圈 左手挂线 捏住线圈 绕线 再锁一针 环形起针 第一圈是勾六个短针 一 二 三 六个短针之后 拿大线圈 我们来收紧环形 头部这里已经讲解过了 我这边就不慢动作讲解了 和第一针目 勾一个引拔针 我这边没挂交扣 但是新手宝宝一定要在第一针目上挂上交扣 不然的话针目它那个引拔的位置是歪的 不好看 一定要在第一针目上勾引拔针 再立一个起立针 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是六个加针 一个针目里勾两针 一个加针 两个加针 第二行勾完之后 总针数是十二个短针 也就是这一圈总数是十二针 第三行到第六行 三四五六 这几行 每一行都是勾十二个短针 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 三五四 一 感谢观看